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ero 又来到了我们每周新闻系列 今天我将来和你们分享一下游戏里的新闻大小事 这期每周新闻也同样的分为三大部分 游戏新闻 游戏和游戏更新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下小铃铛 也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Kaja 首先先来和你们说一下游戏新闻 不久前一年一度的The Games Award 已经公布一系列提名的游戏名单 而当中最具争议的 无疑就是年度最佳游戏和最佳剧本 最佳剧本中最令人大跌眼镜的 无疑就是The Last of Us 2被提名 身为2020年剧情最具争议的游戏 竟然可以提名最佳剧本 无疑是玩家们对于这项提名的疑虑 许多玩家都觉得The Last of Us 2 根本没有资格赢得这个奖项 个人也是觉得他们非常值得获得美术奖 毕竟游戏的风景画质真的是美到无话可说 但是剧情就... 额...算了吧 而年度最佳游戏也让玩家们惊讶 除了The Last of Us 2被提名之外 Animal Crossing和独立游戏Hades也在名单里面 还敢言辞啊Cyberpunk 很多玩家都认为Animal Crossing和Hades是来陪跑的 但是其实Hades是一款被护士的优良神作 我也相信它的位置原本也是属于Cyberpunk 2077的 但是Super Giants Game制作过的游戏曾多次提名各大奖项 是有资格代替Cyberpunk 2077站在那个位置上的 Animal Crossing当然的2020年隐藏王牌 比Sun A大作它当然比不过 但是比数据销量 它把全部游戏都扫一边去 由于今年疫情的关系 Animal Crossing也天时地利人和的空降于世 瞬间掀起了动物森友会的热潮 而销量仅仅用了8个月 现在更是高达了26米连销量 排名世界第28名 这种可怕的数据当然有资格争取该奖项 而就在今天 一年一度的The Golden Joystick Awards 也已经宣布了得奖者 其中The Last of Us 2也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中共获得了6项奖项 其中就有年度最佳游戏 PlayStation年度游戏和最佳故事叙述奖 这也出现了两极化的声音 有的人认为是实至名归 有的人认为是没有资格拿这个奖项 而我最关心的是 在那么多奖项中 Final Fantasy VII竟然是空手而归 当然的对于The Last of Us 2 玩家们可以在下方和平讨论 我也非常好奇究竟 The Games Award的Game of the Year 会不会是The Last of Us 2再次获奖 又或是属于其他游戏呢 所以又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满载而归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近HBO也搞了大动作 日前HBO官方宣布了将预定 The Last of Us的真人电视剧 电视剧将由切尔诺贝利的编剧 Craig Mazin和大魔王Neil Drakeman 一同担任编剧 当然的风神的一代剧情 很多玩家都希望不会被遭到魔改 更希望可以改得更好 希望Craig Mazin和大魔王 可以产生出很好的化学作用 而演员部分很多人都敲碗 希望Nicolas Koster-Waldo来扮演乔尔 Nicolas也是曾经HBO热门电视剧 全力游戏中扮演 Jamie Lannister的演员 他扮演着显恶又带点帅气的反派 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我也希望追踪 神还者的电视剧可以顺利的进行 并且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好的故事叙述 接下来要说一下游戏 Cyberpunk 2077再次离我们越来越近 日前国外媒体Gamespot 获得了Cyberpunk 2077的风测游玩资格 并且分享了游戏心得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该玩家请求CD Projekt Red的设计师 能否向他展示一下一些色情画面 经过讨论之后 设计师也同意向他展示了嘿嘿 boy系统 想要嘿嘿 boy就得必须在红灯区进行 当然的夜城也有红灯区的存在 玩家们必须自行探索 嘿嘿 boy将会是以第一视角进行 并且过程只有30秒 果然V也是很快啊 我是说走路 我们之后也会评测游戏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也没错过我们的评测影片哦 IO Interactive 制作的Hitman系列 高自由度烧脑暗杀的游戏 获得了玩家们不少的好评 而日前IO Interactive 也宣布了全新计划 Project 007 游戏是由知名电影 007 延伸出来的作品 游戏将会是一个James Bond全新的原创故事 也希望这次的计划可以顺利开发 Square Enix 日前也公布了全新免费手游 即将在明年上线 游戏将会是 Tomb Raider 的全新作品 Tomb Raider Reloaded 游戏类型将会是以街机动作游玩 敬请期待更多的消息 最后要来说一下游戏的更新 Rockstar 日前也宣布了GTA Online 将在12月15日推出全新的heist任务 这次的heist将会是到一座岛上进行任务 所以我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第六代啊 ARK 也迎来了Zen Pass的最后一个更新 ARK Genesis 2 这次主要是主打外星人主题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ARK都是在远古时代 原来已经到了异形时代了呀 而 Part 2 也将在明年的3月真实上线 Red Dead Online 今天也宣布了在12月1日 将会以独立的游戏推出于BS4、Xbox One和PC 并且将在明年2月15日前以4.99美元的价格售出 而 IO Interactive 除了 Project 007 今天也同样推出了Hitman Tree的全新地图 重庆 除了宣布地图 更是介绍自身游戏引擎 并宣传次世代主机 将可以支持4K 60fps Hitman Tree将于2021年1月20日 登陆PlayStation、Xbox和PC 玩家们准备好潜行暗杀了吗?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还有记得按下小铃铛 以便投稿我们的更新哦 我们GamerSecret现在也将会送出BS5给你们啦 而且会在第一天12月11日 就会马上寄给你哦 交获得的玩家就请到我们面子树 了解更多的详情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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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C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拜拜